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有關母片的部分 母片其實 主要就是跟什麼格式有關係 跟我們整個簡報的呈現風格有關係 所以 原則上 格式統一的我們會在母片做 那請問有什麼東西會在母片做 字型 字的大小 對不對 還有什麼 背景 背景 那還有 我們在哪裡有沒有夜守夜尾 這些都是跟母片有關係的 好所以這個會在這邊處理 那 一般呢建議各位就說您在用這個簡報的時候 再開始做母片的先 多增加一個東西 請問平常老師或同學有沒有用過 簡報的塞藥資訊 沒有 我給各位的都有 所以你如果萬一拿我的去改 一定要記得改掉改成你的 不然會出包 您看一下在這邊 這邊 您從這裡來檔案 就是開這個 常用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準備 塞藥資訊 這裡 你看我給你的我都有 所以這個標題我沒有在改有沒有 我有沒有加上一些關鍵字 甚至有的我會把那個作者啊 還有我的聯絡電話都寫進去 所以 有些人 改變了 要改到徹底才行 你千萬不要拿那個一半的 然後就 你知道人家就知道 你從哪邊 把人家改過來的 所以這個呢 事實上這個部分 跟我們網站上 無障礙也有關係啦 事實上 各位我們 之前有沒有用過那個搜尋 用這個搜尋 這個搜尋 你可以找到什麼 你如果是Office的 你也可以找到 你看 種類 有沒有發現有這些東西 你可以找一些關鍵字啊 如果文件裡面本身有一些關鍵字的 他也可以找得到 所以你在做這個 這裡打的時候事實上是有用的 事實上是有用的 所以 這個是給各位先有個概念 你可以像這樣先做一下 好 再來呢我們來看 母片呢事實上 到了2007以後 原則上都是所謂的多重母片 多重 頭影片的母片 以前如果您用的是2003 那他原則上就只有一個母片 你要自己在另外增加 但是到了2007之後 預設當然也是只有一個 預設也是只有一個 但是你在增加的時候相對比較簡單 那 您可以進來看看 比如說我以這個簡報來講 您可以看到在哪裡 有一個叫做檢視 頭影片母片 進來 那麼 它裡面呢 這個是第一個 再來下面有沒有 它裡面這是主要的母片 主要的母片 那麼下面這就是標題母片 對不對 它會針對不同的類型 給你那麼你可以發現我的 除了一個以外 我下面還有 有沒有另外一個 對不對 那還有呢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 我總共有三個母片 有三個母片 所以你可以隨時在套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選擇 那2003事實上你要套用是 覺得比較繁瑣一點的 2007以後 應該是相對比較容易 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 您可以從這邊進來 那我現在呢 假設我們用剛剛的 我們用剛剛的這個 簡報我們剛剛140這裡有一個 假設我拿這一個 我把它 用 我用開啟的好了 因為我這邊沒有裝2003的 好 好我找到這邊 好那您先看一下它的 設計 那個 檢視裡面的投影片母片 你看預設的話 自上大家都是一個 有沒有 都是一個 那你要第二個 第三個可不可以 你只要從這邊 插入的時候 插入投影母片 有沒有要多一個新的 只是 2007之後 它預設都會把其他的這個 反面配置都一併把你加進來 好以前我們是沒有這樣 那 不過沒關係反正你就是基本的 你所有的跟母片的樣式有關係的 都是在大的這張座的 都在大的這張座 所以你看如果我不滿意上面這個 我就來下面這邊 告訴他我的背景 背景 我想要找圖片 檔案 找到我們這裡面 假設我的 背景 主要要用這一張 好 那我現在就 關閉 所以我現在操用的是已經有一個是這個 那我可以再找一個 我再插入一個 那這個呢新的我改用那個漸層的就好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就有三組了 對不對 就有三組了 所以你現在關閉之後 我們來這邊就可以去操用 那我想這個大家可以一起來試看看 你可以從 免費的先找看看 好先找看有沒有你覺得比較OK的 如果你的母片已經弄好了 那你要新增的時候您看一下 你有發現這是我第一個對不對 下面有沒有第2組 第3組 所以多重母片事實上有些時候 為什麼需要多重母片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做 簡報的時候 當你內容比較多的時候 你如果想要分不同主題 我可以讓不同主題 不見得 一定要不同檔案 我可以不同主題 在同一個檔案 可是我讓他有點區隔 因為我們預測都是只有什麼 一個母片 一個母片 就是說 第一個 這是投影片的 這個是第一片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標題母片 那其他的這些是不是都是內容 對不對 那我如果說我第一個主題是這個 那麼我第二個主題的時候我想要幫他換一下 幫他換一下這個標題投影片 點一下 那 你在新增的時候 我剛 新增 有沒有 這樣我這邊加進來就是這一種 所以 我可以像這樣子去做一些規劃 那麼 標題有了 我們可以在 可以就是說你透過這個方式讓你的 簡報就是有一點變化 不要每次都是一樣的 事實上我們在後面也有一些變化 可能 各位你沒有 注意到 事實上我後面有一些變化有沒有 這邊 那 母片裡面呢除了我們剛剛所做的以外 事實上 在 夜首夜尾這邊也是一樣 簡報各位平常也沒有在設夜首夜尾 我們知道像各位握的 都會設夜首夜尾對不對 比如說夜麻 之類的 但是 簡報真的是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我有沒有加進來 這裡有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這個 日息 再加上夜數 對不對 平常各位會加進來嗎 好像比較不會 但是加進來跟沒有加進來 也沒有什麼差別 在印的時候有差 因為你在電印的時候 我要看第幾頁的時候比較方便 還有一個 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的 比如說 我假設我現在要講 這個主題 我現在是27頁對不對 假設我講完我想要回到剛剛那頁 我可以直接回去 我剛剛 你們平常在跳頁都怎麼跳 按右鍵 票字 這樣嗎 這樣有沒有看起來比較不專業一點 差別在哪裡 因為其實 我通常都會有把這個夜碼加進來的原因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講 講主題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注意到這個也好 沒有的話 有時候我們不是有印那個嗎 印那個 小的說圖對不對 上面如果有夜碼 你是不是比較容易知道說 如果假設我要跳個主題 尤其是什麼 比較大型的 或者是 你是負責比如說可能是校長 或者是 主任他在講 那你負責操作電腦 他說麻煩你跳到哪一個主題 然後他如果 跟你講這個要求的時候 你突然眨眼 啊 剛剛那個主題 趕快找 你如果沒有夜碼就不容易找到 那順便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在簡報放映的時候我們後面也會提到 這裡有一個快速鍵 到底要跳月數應該怎麼跳 號碼打下去 按Lenter就好 比如說我剛剛是27月 我剛剛是在第27月 有沒有跳到27 我27打下去 按Lenter就跳過去了 所以這個有一個小快速鍵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尤其是你要做比較賺 專頁的輔助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就夜碼 打進去之後 按Lenter就好了 就在簡報的時候 簡報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像我現在就回去 就OK了 好所以 您看一下 到底插入這個 夜首夜尾 在這邊 您可以看一下 我把夜首夜把它加價 一樣是在這邊插入夜首夜尾 好 把日期顯示出來 那麼預設 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您下載的是 我們剛講那些國外網站的 他們的預設的語言 你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日期格式就跟我們有點不同 我們這邊可能大家比較習慣年月日 對不對 所以 記得這邊稍微調整一下 把它變成卡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變了 好 稍微改變一下 那 投影片的編號加進來 夜尾當然看你要加什麼 好 這邊您就可以指針進來 那麼 請問 預設的話 日期會出現在哪裡 是在這裡 還是這裡 至少不會是中間 其實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預設在左邊 預設在左邊 那麼出現的位置格式 你要在哪裡設定 當然是母片 因為這是所有 POINT都受影響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在母片 所以你看 我假設套用進去 好 現在我發現說 這個格式這樣看起來是不清楚 所以你要回到哪 要回到母片 你回到母片去 檢視裡面的母片 所以說你來這邊去做修正 因為您看到我現在套的是在 一般的 有沒有 它的格式就是在這裡決定 所以你如果覺得字太小 字太大 還是說顏色不對 跑到格式 常用這邊來 把它設成 您覺得比較OK的 黑的 不夠大 這樣子好了之後我們再把它回去 其實 新版本就是比較麻煩 就是老字要這邊跳來跳去的 所以你會覺得 以前我們就直接關閉就好 現在不行就是 你要回到這邊來再關閉 所以您可以發現這邊有沒有不一樣 這邊就改變了 所以 為什麼說我們很多東西 我們要在母片做 因為你在母片做的時候 格式就統一了 格式統一之後 你在處理的時候就相對比較簡單 當然這種階層的 到底字多大 這個也是在裡面做 讓您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所以 母片對我們在做簡報 事實上真的是還蠻重要的 那麼 再來就是背景的設計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 我們是用內建的對不對 對 那麼其實現在呢 顯示比例也是一個問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過顯示比例的問題 我們現在大多數的酬飲機 都是4比3的 都是4比3的 但是 有沒有16.9 現在慢慢有16.9的 所以我不知道 您在用的時候有沒有用過一個功能 就是在這邊 當您在這裡 開新檔案的時候 請問您有沒有用過 他用過這個功能 有嗎 沒有 反正都照以前的 以前的就這樣 然後就繼續下去了 其實您可以發現一個地方 你看 他 有內建一個 版本裡面 有那個叫寬螢幕的 他事實上有幫各位準備好 因為新版本就有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你看我點這邊的 點這邊的 是不是比較寬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用這個 裡面你進來看看 他裡面就有告訴你 換螢幕的應該怎麼弄 換螢幕 你要從這邊來 從設計裡面 版面配置 有沒有看到16比916比10 跟4比3 有發現 原來這一點 大家從2007以後不曾看過 因為 那是沿用2003的觀念 所以其實這個 比例的話 當然前提是什麼 你的投影機要支援 如果你的投影機不支援 你用16比9 也是變4里站 但是就是說 他裡面有幫你做一些解釋 寬螢幕到底 他應該怎麼用 他有什麼優點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看 所以下次各位其實 您在用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理念以外 知道您開心拿了之後 不要客氣 這裡也可以找到一些 雖然不算很多 那 這裡面呢 另外一個是步行主題 步行主題 也可以有一部分可以選擇 至少您在看的時候就 總是跳透 以前2003的那種感覺 2003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 您在做背景設計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的 16比9 16比10 甚至是4比3 反正我們現在都是4比3 那 各位有看過16比10的嗎 事實上 螢幕解析不一樣 差一點點 因為有的 那個投影機或者 筆記型電腦 他們就有那種16比10的 就 有差一點點而已 然後跟16比10是蠻接近的 第二個就是 您如果假設我們這邊沒辦法都是4比3的 其實你也可以稍微模擬一下 什麼叫模擬一下呢 您看我現在這個簡報有沒有發現我的主要內容都是 都是橫的 上下 這都是留白 就留給我的一些 說明用 我覺得這種方式也還不錯啦 因為這個我是去看 網路上人家一個 就是簡報的一個專家 他用這種方式設計 我後來沿用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的 上下的地方就還蠻好運用的 那 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是用影像除原體 你當然可以先把上面跟下面 就把它 拉白 就是拉一個框框 把它蓋掉 那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您可以在什麼 在您的那個 在這邊 你看我們回到剛剛這邊來 好 您看如果假設這一張 您就進到這邊 檢視裡面一樣 Point片 好我來把下面這個 稍作修正一下 假設我用這一個 記得喔 新版本比較會搞分的是 你有時候不小心是調到這個 而不是調這裡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 不小心弄錯了 有時候我會 如果沒有看清楚的話就給他 做下去了 才發現 奇怪為什麼沒變 因為我做錯地方 你原則上主要的版面 主要背景 都要由這邊來設定 因為你設完了下面就會自動變 除非你的標題要跟人家不一樣 標題要跟人家不一樣 那就會 從這邊好 你看我如果在這裡 假設我在這邊我就 插入 我們用色塊就可以了 你用這個圖案也可以 你可以像這樣把它稍微 弄進來 對不對 這個顏色你自己再去調整一下 看你要哪一種的 假設我用這樣子 把它複製起來 所以就有這個感覺了 不過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這種方法 請記得把它移到最下 不然的話會怎樣 你上面的物件是又被擋到了 因為你的這個會顯示不出來 會顯示不出來 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有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設計簡報的時候 你也可以考慮的一個 形式之一 那麼 這個OK的之後還有一個 叫做色彩配置 我不知道各位平常有沒有特別留意過那個顏色 我們最不容易調整的 有一個 就是超連結 各位平常有沒有在簡報裡面加入過超連結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顏色就會不受控制 然後就變掉了 平常的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就直接像物的一樣選起來就好 但是超連結 就是不受你控制 那怎麼辦 事實上跟這個有關係 為什麼這個要特別掛出來 就是 大家最不會改的是這裡 這個是2003的畫面 但是如果你是2007要改這邊 您看一下 在這裡 你看我在這邊 如果假設這一個 我來做一個超連結 把它加入超連結 好在這裡 那我就直接連到網路上 OK 確定 有沒有馬上就變了 可是 你這樣子 你再改 有用嗎 沒有他不理你 那怎麼辦呢 事實上 你要找的是在這裡 找那個 設計裡面的 這個 色彩 他內線有不少對不對 可是 剛好都沒有你要的話你就來這邊 建立一個新的步行主機色彩 好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超連結的顏色 事實上超連結有兩個顏色 沒去過跟去過的 所以 為什麼剛剛會變藍色就是這個地方的影響 所以如果你說你覺得我這個地方 超連結應該要變 假設我先用 綠色的墨綠色 儲存 有沒有發現這邊變了 那您大概了解意思 因為 做簡報最終遇到 有問題是超連結的顏色 所以你可以偷這個方式 做一個修正 那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 那至於說 到底配色該怎麼配 2007之後他有比較 好一點的 就是所謂的像這些 內線的色彩 這些至少看起來都比 我們2003之前的版本好很多 對不對 至少都比較柔和 現在比較流行 比較柔和的色系 柔和的色系 那萬一如果你覺得這裡面都沒有你喜歡的 裡面呢我們現在在這裡 就介紹一些大家 配色的那種網站 有興趣的 你就可以上去看一看 好那你們可能就會比較清楚說 該怎麼配 比較好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那些配顏色 如果你調的不對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覺得 怪怪的 會有些怪怪的 那你不見得說我要去了解什麼 要去了解說我一定要 了解那個 配色的原理但是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比如說我們來這邊 找一兩個給各位看一下 好 比如說來這裡好了 好 啦 我首先請問 你在幹嘛 有兩者 你 ת錶�嗎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